海拔四千多米的康巴藏区 每年的藏历六月 夏马龙村的村民们都会提前聚集在 这片被藏民们敬为圣山的山坡上 安影扎寨盛装打扮 举行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圣大赛马会 他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 祈求圣山能够保佑来年风调雨顺 土灯多吉 今年十三岁 本次赛马会上年纪最小的赛马者 还在八九岁的时候 多吉就在父亲的引导下 谢去马鞍独立骑行 如今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骑手了 在比赛前 赛马需要适度地活动筋骨 为了避免赛马因剧烈运动 影响比赛时的正常发挥 土灯和父亲需要联手驱赶赛马 绕圈奔跑 半晚在太阳落山前 还需要赶着赛马上山 寻找山坡上带有余温的嫩草进食 在比赛之前 赛马的饮食要格外精细 一天中只能在早晚各进食一小时 合适的饥饿能激发赛马在赛场上 超常发挥 今天是正式开赛的日子 每一匹赛马都会得到精心的打扮 比赛之前 每一位参加比赛的选手 都要和自己的赛马一起 聚集到山顶 参加传统的祭天地诸神仪式 土灯即将骑着自己心爱的战马出征 长久的相处已经让他跟赛马融为一体 穿上节日盛装的村民们陆续赶往赛道的制高点 为骑手 他们即将欣赛到这一年一度难得的盛况 根据规则 赛马需卸去马鞍 仅靠一根缰绳来驾驭 这就需要骑手更为精湛的骑术和驾驭能力 中午十二点准时开赛 全部赛程一共五公里 赛道极区坎坷 最终土灯在近百人的竞技中脱颖而出 夺下第七名 只要进入前十名的赛手 都会得到丰厚的奖励 父亲和土灯一起盛装来到颁奖现场 他为孩子在比赛中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荣耀 刚刚赛完马 在父母的协助下 土灯换上传统的表演服 他即将参加赛马节的马术表演 马术表演是赛马节的另一项重头戏 马术表演中 表演者需要在马奔跑的过程中 双手脱僵 紧靠双脚扣紧马凳 上身舞动或是侧身翻滚 土灯得到父亲的亲身传授 能在马背上完成难度较高的动作 就像草原对于骏马的诱惑 赛马对于土灯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好 更像是食物和空气对于人的意义 不可或缺扎根于心底 孩子们延续了祖辈的传统 也欣然接受了自然赐予他们的性格